衛生防護中心及醫管局公布防控醫波拉的最新措施 一旦有疑似醫波拉患者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 醫護人員會出動全副防護裝備 除了面罩 還有2003年沙士期間廣泛使用的N95口罩 還有防水保護衣和鞋套等 一旦病人確診感染醫波拉病毒 防護措施會再加強 醫波拉病毒的主要傳播途徑 都是經直接和血液和體液的接觸 它不是經空氣傳播的 所以重點是保護醫護人員的黏膜 而黏膜的主要部分是眼、鼻、口 以及身體皮膚有損傷的部位 對於星期一在重慶大廈處理懷疑個案的救護人員 被質疑防護裝備不救 防護中心就解釋 他們接報的時候未知詳細病徵 他們收到的訊息是 有位男子因為胸口痛需要協助 所以他們提供協助 救護員平時都有一些保護衣物 至於治療方面 醫管局正是討論引入美國 尚未在人體試驗的藥物去治療病人 而政府就會在星期三召開跨部門會議 包括消防署的代表 商討處理疑似伊波拉患者的安排和跟進工作 還有穩健康的 loyalty 需要提供現策 分享領佔不溢 需要更多 obra van 體驗 kry哈